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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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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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回了 那算了算了 你走两把 你这个一把也过不了了 嗯 到了 大马 大马 走 走走走走过 过 过了啊 啊 啊 还一把过 不行不行 还真不行 马上就乘你的台 这个天晴和下雨是一个天一个地 你不高一把锅 好好上上 这真的成了光头胎了 可以啊 要过来 可以可以 它这个 好好你等一下再上来搞了 你下吗 你下吗 是要交到周 要上来才有交到周 你下去 什么交到周 走 你先下去了 你再上来了 下下 好好你走吧 走 等下木板上来你再上来啊 中国 中国 这个木板上挂地 应该就是电子线滑比较厉害 因为我本身准备找一个车厂把它吊起来看一下有没有家装超速 但是我问他那朋友他这个车装不了他应该是电子线滑比较厉害 这个叫他给我一下试试看好你试一下 他这个车太大了 他这个应该没有装插的锁 装插的锁后轮肯定就动了 对应该是没有装后锁 你如果装了后锁刚才后轮就会动 对对对对 是没有插的锁的 对 好往前走 没有装插的锁的 因为加热之后他不能只有一个转你看到没有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但是我也不确定啊 你们自己去看 因为我不太懂车 但是他这个如果没有装插的锁 就说明这个车电子线滑其实还挺厉害的 因为大家可以等一下去看一下另外一个视频 今天木马人的表现挂地四上不去 准备走大圈 感觉上不去了 感觉上不去了 再带着个泥它会越来越滑 它稍微再干一下更滑 有可能它这个电子线滑很厉害的 哎呀你看 它感觉今天它比木马人上的还轻松一点 大家可以去分析一下了 高手可以去分析一下了 新年啊 东莞过来的朋友 这个车的电子向滑确实很牛啊 我感觉它过交叉轴的时候有一个轮子是不动的 其实那个轮子就在出力啊 不动的轮子在出力 它把它锁得死死的 哦下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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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反正我也看不出啥名道 高手去看 你倒上 我过来一 我过来一 嗯 倒不动是吧 嗯 嗯 嗯 下 打满下去没事 嗯